当供水症在10月正式生效后,157的收入肯定会爆炸式增长 大家好,又是新片介绍,记得like和share这条影片 未subscribe的观众,记得按钟后subscribe 大家好,由于各位的支持,我们film.com的followers越来越多 亦都因为这样,发觉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 最近我们发觉到逢我们公开介绍这些世界股的时候 都会引来相当多的资金去做事 令到某些庄家有点戒心,暂时不做事 甚至很多时候提早散水,搞到这些世界股赢钱的机会 真的我们发觉是少了,所以我们打算 由现在开始微调一下我们外面的策略 以后多一点介绍,流量高一点的股票 市值又大一点的股票 尽量想做到什么就是人人有肉食 亦都因为这样,我们今天想介绍这个 倍升潜力股157,中国江大水务 因为股票目前大概市值60亿,属于一只中价股 经过我们的团队精密分析之后 我们认为它在现今市况来说,属于罕有品种 基本面和财力面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就特意录这条片跟大家分享 记得,继续看下去 首先,讲一讲这间公司的背景 1857是一间做水方面的环保公司 主要要没有和水和污水处理有关 当初他们在2019年 由257,即是说江大环境里面 属于分拆出来的上市 除了香港之外,他们同时也在新加坡上市 他的母公司江大集团是由中国财政部 和中国国务院授权中央汇金公司控制 他们在创办人王江英被誉为一个红色资本家 还被官方评为一个中国重产党的亲密朋友 可以讲叫根正苗红的国企 大家都很清楚,最近中国和香港股市是在时局的 如果政治不正国的话,真心讲 很多人都会炒股票,结局都是要收皮 但是1857的背景就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减少炒股票的时候出现的意外 看看上市的情况是怎样 水贸股作为一个没什么增长的版法 加上负债比率高 业绩真心说是一般的 1857去招股的时候反正是说 他这样说是非常冷清 公开招股,股份是超级的 加上2.43倍 国际配售超级1.17倍 有相当明显的违非的迹象 而且违德我们觉得是很美 令到股权极为集中 如果你看回Sikus Top 5 券商加上浪Sikus的股票 佔了九成半以上 要武高弄低 我们相信绝对不会困难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 就算我满足炒作条件 都要大股东有心有力才炒得起 在这个方面 整个江大系里面最吊诡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是很炒股票 几乎一只江大股票 都是江到妈妈都不认得 但是始终都不是很肯做事 所以1857上市后的表现 都是属于差强仁义 招股价2.99 最低跌到1元 上市后 到这一刻都未曾上回家乡 纯从这个炒股票角度来看 真是属于三个字 垃圾股 只不过 风水轮流转随着各炒转变 令到1857开始迎来了一个转类点 股价开始转势 各责方面大家都知道 大陆这两年重视环保去到什么地步 为了搞碳中和可以不允许煤矿产煤 直至那些工厂不够电为止 又开始收紧环保要求 变相逼私人企业 光顾环保企业 令到1857 等环保公司业绩开始大幅增长 亦因为1857的估计 开始慢慢地向上走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道路线就是 政府在8月推出的供水政策 叫做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内容的主要就是 准许水务公司加价 帮水价做好分类等等 准许加价就不用说了 对水务股有力 而水价分类就可以说是一个大跃进 以后 城镇供水会分离居民生活 非居民和特种用水 会改用类进制 这样就可以令到水费的总额大幅增加 而1857都因为这样会大增 本来 1857在去年 已经因为国策的关系 业绩几成几成这样升 当这个供水正在10月正式生效之后 1857的收入肯定会爆炸式增长 等成果反映在业绩之后 1857的估值也会被重估 以后每次业绩日就是 1857股价攀升之时 大家记得了 真的可以留意这只股票 我们也都一直会留意市场发展 有新发展或新发现的话 就会适时通知大家 记得分享和赞我们这条片 还有未订阅 记得按钟之后订阅 保持税收更新的有用股票资讯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条片再见大家 拜拜